把Enter劍變成巨大的黑色枕頭 上班族一邊打字一陣猛錘 傳訊息突然變得好痛快 由於煩躁幾乎緩解一半 現代人生活壓力真的好大 在湖南長沙也出現一間情緒發泄室 任人拳打腳踢 在這裡面發現 可以把你所有的這種情緒 就示範出來然後得到 吸引每顆到頭 鋪滿軟墊的房間內 設有氣球和人體造型沙包 所以體驗者柔捏出氣 而3D打印臉譜的人偶 更可以量身打造 映出指定人臉 讓顧客一手捏扁發洩情緒 而在遼寧瀋陽 最近也出現多面開關牆 吸引大批民眾排隊 紓壓 按個不停 玩到不亦樂乎 這個最開始其實就是看待別人在按 然後自己過來想試一試 但沒想到就按完以後就 就停不下來 覺得挺有意思的 就越按越停不下來 然後按一會以後覺得 之後覺得挺釋放壓力的 現場咔啦咔啦的聲音不絕於耳 心理諮詢師表示 藉由決定怎麼按開關 民眾可以展現自我掌控感 也會因為專注於眼前的事情 暫時忘記煩惱和壓力來源 讓心情變得更美麗 記者 唐安全不倒